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又突然间加插Gadget Live 这两个星期Gadget Live 都很不进思 今天很日子 很多特别的东西 今天比较特别一点 稍后我们会用Cisco Webdesk 视像会议程式 在外面的Martin 做一个直播 为什么要做直播呢 原因是今天Samsung Galaxy S20 在香港公布售价和开卖的安排 另外今天香港的传媒都可以用测试机做测试 换句话说 我们的同事Martin 现在刚刚拿到手 他正在准备 S20 Ultra 究竟这部手机是怎样的呢 和售价是怎样的呢 一会儿我们可以和Martin谈一谈 另外呢 同一时间 其实也有网络商 刚刚公布了5G的月费的详程 是三香港的 我相信 其他网络商应该都可以陆续 可能是未来几天 或者这个三月份里面 都会公布他们的月费的详程 因为三香港今天公布的5G网络 最快就会在4月1号开始就可以用的了 Alan 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 在一起出 到时机面 同学一起做 上台又怎样呢 月费又怎样呢 或者机架又怎样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虽然说疫情 但是很多时候手机那些都很必须 尤其是5G都搞定了 看看是什么时候备好了 可以真的可以双用 让大家可以在街上用得到 是的 又或者看看月费 因为月费都很特别的收费 好了 我们看看Martin在这里 找Martin在这里 好 Martin在这里 我先把某些地方担住 顶着去 接着去 接着去 对了 接着去 对了 对了 接着去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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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去 对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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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啊 你听到我说话呢 喂 喂 喂 我现在 当然不在直播室 我身处在这个 街的cafe 所以和大家一起做live 为什么做live 刚才Law和Erran都说过 因为今天公布了 是的 NC15 香港什么时候卖 什么钱 还有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手上 手上给你一个 哇 哈哈 为什么会说呢 因为 我都收到新闻稿了 哇 三 齊了啊 喂 喂 三部真的吗 三部真的吗 三部 三部就是动机 是啊 不是Dummy 不是Dummy 你小心点啊 我想问三部相机在这里呢 外观上呢 就是那个大小的分别呢 是否明显呢 其实都相当明显 不如我试试转一转我的镜头 那就可以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究竟那部相机的大小 或者厚度啊 諸如此类的东西 那样 那 要等我一会 因为我 慢慢来 是 是啊 就是我这个 三部相机 看看可不可以 将 我妈铁哥的画链 做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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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你看到吗 真的在街上 你Runge在某咖啡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我手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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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S10Ultra S10Ultra 是 是 是啊 好 你看到我其实握手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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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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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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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繼續 好 咦 Martin 是否两部相機 不 一定要钉 Martin 好 可以 等等 好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你把焦點一下 焦點一下 焦點一下 好像在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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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問題 好 再說 我手上的這部 就是S20Ultra 最大部 最大部 最厲害 因為 單手開 其實 都真的要 要有些 就位才可以 可以 看來有點辛苦 很闊 很闊 應該 對 因為 其實是用了6.9吋 6.9吋 其實 可以比較一下 我手上這部 S20 是 是 對 按了太多 清楚 清楚 都 很明顯 高了 真的 大了 黑的 闊了 一點點 阿刀 闊了 有 又闊了 這樣 後面那個鏡頭 那個四方格 都 挺巨型 鏡頭位 其實很不同 因為 始終 S20 Ultra 就是用了 四鏡頭 其中一個鏡頭 我手指上 指的鏡頭 其實有一個 倍速鏡 用了一個 前往鏡式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它 其實都是方形 而且 你看到 頂組 相機模組 其實都比以前 突出了很多 始終要融合一下 一些照片鏡頭的 九光圓 或者一些鏡片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 難以避免 做得厚用 整組 矩形的鏡頭位 都是 再突出了一些 對 你說它是否很突出呢 我個人覺得 不算是很突出的 但是 你跟前一代比 當然 突出了很多 前一代比 可能因為它範圍太大 感覺很突出 真的突出了 對 那我想問 如果 S20 Plus 或者S20 那個鏡頭 有沒有 S20 Ultra 突出那麼多 出來呢 好啦 那 當然 要看一看 立即 我們有很多問題 手上 就是 我這個左手 鏡頭左手 就是 S20 Plus 這部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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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其實 都同樣是矩形的 鏡頭組 這個設計 應該今年也是主流的 不過 你可以 或者這樣 給大家看一看 不知看得到 不知看不得到 我們看到 那部 好像是薄一點 感受 Ultra 比較薄一點 始終 Ultra 因為要遷就 高倍數 變焦鏡頭 因為全模式 當然 我原件都大小 又跟這兩部機 那些鏡頭 不同 我未免就會 突出一點 而且現在 你看看實物 就是 S20 因為唯獨 S20 才有個粉紅色 沒錯 好像 S20 針對女生 手勢 用這個尺寸 就比較適合 你看看 Martin現在握上手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這個 S20 有粉紅色 適合女生 S20 有粉藍色 比較年輕 子女 設計 所以 你只餐幾月 可以比較 對 都餐幾月 都餐幾月 對 都餐幾月 都餐幾月 都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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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其實 先說 S20 我先看 6400萬像素 主鏡頭 主鏡頭 最大的分別 因為現在 手上 S20 Ultra 用了 1億 主鏡 1億 主鏡 另外 其實是 1200萬像素 1200萬 而 但是 S20 Ultra 那個 原設鏡 其實是 4800萬 4800萬 那 S20 和S20 的話 原設鏡 是6400萬 這個 反而 S50 和S20 就高 三部機 我看到 它的鏡頭 都是有 少少 組合照的分別 例如 S20 和S20 基本上 一樣 主鏡頭 是6400萬 三倍的光學變焦 但是 S20 就多了 景深鏡頭 那 景深鏡頭 在S20 就沒有 用到S20 Ultra 或者S20 才有景深鏡頭 是的 是的 S20 Ultra 前置鏡頭 就是 單開孔的前置鏡頭 就是 四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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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四千萬 前置四千萬 Ultra Ultra 是的 S20 和S20 就是 一千萬 是的 好 那 當然 最近 就是 這部S20 Ultra 一億像素 一億像素 其實 這個 玩法 拍出來 在現在未必看得到 我們再有攝錄看可能會有很多 剛剛 其實我試了一點 我不知道可以看到 這張 這張 現在 畫面顯示這張 是用了 一億像素 模式去拍的 我現在可以放大 放大 多放大 多放大 盡了 對 在說 其實 我現在坐 這張照片 我是坐在那裡 拍 就能拍出 外面 而 畫面上 這個 其實是在說 對面馬路的巴士 對 巴士的廣告 對 對 對 是一字來的 來 其實 這張照片 本身是這樣的 那我再放大 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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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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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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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計數 但是你看到 其實 放大了之後 你車身廣告 上面的字體 仍然都可以看到 都算是這樣的 可能你會看到現在是有些油畫的成分 因為不出現 其實天色都暗的 還有 我要拍照 其實我隔了一層玻璃 是啊 都可以接受 這個效果 所以 蘇姆字 一定是 中文 中文 你大概看到 字形 如果你想試一百字 很簡單 我看一下可以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比較 新的 相機界面 為什麼我會說是新的 因為 我現在按了這裏 三個 樹仔 以前是直接變成超品 但是現在下面 很多個選項 由0.5倍到100倍 1倍 就變成這樣 2倍 4倍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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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已經拍到對面的車 上面這裏 因為你按10倍的時候 它都會慢慢增進去 不是 不是 現在還未是100倍 30倍 100倍是怎樣 我不知道在哪裏 但是100倍是上層 巴士成下 上層巴士成下 上層巴士成下 這個所謂的 100倍的 混合式光學變招 如果你現場看 其實跟 以前我們玩的數碼變招 會不會有很大分別 其實那個 這個技術應該是相類似的 因為沒有可能 得到一支100倍變招的 波克變招的鏡頭 而且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做到這麼高的倍速 根本是超級巨型 這部手機就應該上層巴士成下 理論上應該是用了一些 計算式的攝影 我們現在稱之為計算式攝影 手法去做一個倍速的變招效果 好,Martin我先問一下 剛才你說他輸了的時候 他不是一格格你按的 你可不可以在下面slide嗎 慢慢 slide slide slide是應該 我都要試著 應該就 是 你這樣是 可以拉嗎 可以拉嗎 現在這樣就行 好,明白 好 嘗試的話就行 可以拉嗎 嗯 你看到一百倍都不知道自己對到哪個時候 你看到你的鏡頭的 畫面的 右上角 哦 OK 這個很多專業的數碼相機 有這種設計 對 因為你都不知道自己對著 你會知道 因為太厲害了 那個配數 對 其實都想說說 這個一攝多拍的功能 這個一攝多拍 其實就是 我最好當然是示範給大家看 一拍 可能你已經動了 左右動 其實它會提示你 不如你試多些不同角度 或者拍得多 可以捕捉到多些 其實它現在是 你按了shutter之後 它就會不停拍 不停拍 拍完出來 其實它會有一個這樣的介面 可能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相片 或者一些 一些 可能是一些 close up 或者一些 加了一個filter 下去 這樣的效果的相片 這個其實 可能是說 有影片 其實就 給大家多個玩法 例如拍照就拍照 按一下 拍片就拍片 長按 但是 這個一攝多拍的功能 其實可能 你看到某些option 你很想錄下來 可以拍照 可能你 按了它之後 從多角度 去拍攝你的目標 可能就會脆了一些 不同的畫面 給你去選 以前我們拍照 譬如 Pawrama 拍片 拍照 我們要轉模式去拍的 現在這個就是 先拍完 之後再慢慢選擇 你用哪一個模式的相片 對 給你 給你 給你推薦 這些相片 全部都可以 在你目標 裡面 有需要 可以選擇 我覺得這個功能 對於 平時 玩 Instagram 或者 Snapchat 都很容易 好 先拍照 不用慢慢選擇 再選擇 對 因為如果要拍照 在手上選擇 模式 選擇了 已經錯過了 已經拍不到 模式 我想問 如果 100倍 對照 對照 是不是 用不到 1億像素 對照 1億像素 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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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 這樣才可以看到 1億像素 拍照 你可以看到 下面 一條 拍照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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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只可以用 主鏡 那個 那個 招拐 去拍一張 1億像素 好 另外 8K 拍片 也是 很重要的 有嗎 有嗎 8K 拍片 8K 都是一樣 8K 拍片 也要選擇 8K 按錯 8K 選擇 之後 比例 8K 你會看到 那個角度 會窄 嗯 也是 沒有得 zoom 那些 對 沒有了 他現在8K拍片 那個畫面 就拼死了 16比9 沒錯 其實 他 有8K HDR 按照 這樣看 我們那個 畫面的 視角 其實他 應該不是用 1億像素 那個 sensor 去做8K拍片 應該用了4880 像素 那一個 sensor 去做8K拍片 你看到他 其實 我現在搖一搖 搖一搖 防震也OK 也有防震 也不用太擔心 拍8K的時候 會不會超級手震呢 出來的影片 都會震得很大 有人發現你拍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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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一會兒就來被人按 我們直播看完有血案發生 麻煩大家找同事跟我去灣仔警署幫忙 其實今天也公佈了價錢 最便宜的這個S20 就是6998的 就是粉紅色中間那部 12GB RAM 12GB RAM 大小小的這個S20 就是7998 都是12GB RAM 12GB RAM 這兩部的價錢 我覺得都正常的 接著就是S20 Ultra Ultra有兩個 一個就是16GB RAM 配512GB ROM 這個就是10988 過萬元的心理關口 便宜的那部就是12GB RAM 加256GB ROM的版本 入門的版本 就是9998 剛剛是過萬元的 其實兩者就是頂配和入門 都是兩個 都是欠一千元 如果給Martin 你會不會充頂10998的版本呢 真的好看我自己用的東西 我真的充頂 因為你怎麼都多用 給得一萬元 不介意給萬一 是啊 根本實說完 還有 下一萬次拍萬一 就是這些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萬次拍萬一 不是好 好 一萬次拍萬一 如果你想得上頂級旗艦機 其實我想 都已經預算了 那些預算了 那些預算 就是預算這些東西 就好像 什麼樣子 擠出來就有了 哈哈哈哈 像頭水一樣 哈哈 還有那千元 尤其是如果你拍片的話 真的會有五日圓 對啊 反而我是想有興趣知道 或者稍後我們再試 就是拍八K片的時候 八K片的時候 究竟產生那個檔案的大小 有多少 因為如果拍得多 就是很壓位的時候 其實 五一二都很 用得到的 還有我想問一下 你一拍八K片 你附機裡面 可不可以加進去呢 拍八K片 可不可以加進去呢 因為我剛剛也是 剛剛才拿到的機器 是錯的 那我又沒有 我真的猜 沒事的 你這個之後 之後我會再試試看 對啊 照計 應該 它說是120Hz 對 究竟是不是比較穩定 120Hz平幕 iPhone 11 Pro 也是 還是90 沒有 11都是90 剛才說了 120Hz 那就要緊 其實搞了 120Hz之後 其實那個 整個畫面的 測試 要回到UHD Plus 所以 你真的要用盡 整個屏幕的解像度下 只可以用到60 那你覺得 都是打機的時候 才會開120Hz 是比較好一點 是嗎 或者 都是 或者 經常都要錄網頁的人 因為 始終你開了82 就說 你錄網頁 其實那個效果 真的流暢了很多 可能你經常都要 很長看很多東西 經常都要 可能看電子書 用82Hz 這個更新率 的話 我覺得 會順便 舒服一點 看起來 嗯 嗯 好 那今天 我們 這部機器 我們都會再詳細試 最主要就是 說 其實今天 如果配合 這個 5G的網絡 暫時 我們有 3香港的收費 有 有 有 看的 有 我們 開始講講 可能有些 觀眾 就是我前面的讀者 就沒有看到那個價錢 其實暫時 三香港的價錢 就 基本上 就有 兩個價錢 是 388 和688 數據量 就是 100GB 和200GB 暫時 就沒有這個 無限計劃 就是 200GB 用完 就 要再加錢 我們沒有試過 100GB 要再加錢 這個 真的要試 真的要試 相比現在 我們用4G 很多時候都是 20GB 或者50GB 很少 如果是4G 100是一個很巨量的 數量 等於 其實和無限分別 因為一般人都是用 10多20GB 甚至乎 20GB 家庭 計劃 就算是家用 但是 一個 100GB 5G 計劃 而在這個情況下 作為一個入門 計劃 究竟 那個產生的數據量 到底是不是很誇張 很難說 以前英國的公司試過 5G 如果用4G 可以一順 炸 有些炸 但是問題 我想 有一個 有個 究竟 那個 好像上次英國的 歌詞 那些 他要用 那個 譬如 他要 直播出去 回台 或者直接 直播出街 我當他拍是 108 或者 可能他拍4K 究竟 他要用多少的數據 譬如 4G 不是 4G 現在有時候可以到 到 5G 對 其實 很多 現在的 傳播 也有 你選 個 Bitway 我想 如果用5G的話 大家 可能 要考慮 5G 之後 用多少 Bitway 來做 直播或者拍片 是的 如果你不理會 很大的 應該都很快 很快 其實都幾誇張 另外 一件事就是 一些 上台Pan 其實 今天 三香港人都公佈了 那個上台Pan 當然 上台Pan 他未說是包哪部手機 但是 暫時 我猜 應該是 這部 是40 那 上台Pan 就是 638 100G 938 200G 這樣 好 Martin 你先收拾東西 我們先回來 我們先說話 我們先回家 我們先回家 好 謝謝你 那 638和938 兩個Pan 都是 100G 和200G 都 一樣 只不過 有個分別 就是 如果我上台Pan 就會有 6,000 和7,500 的 手機現金券 就是 讓你買手機的時候 去 遮蓋 手機的 機價 但是 這個現金券 就遮蓋不了你 S10 Ultra 你還要補多 4,000 或者2,000 這個幅度 應該是 2,000多 就算買1,200 如果你 6,300 買最貴 你就要補5,000 5,000 都 挺厲害的 那 這個 暫時 我看 那個月費 算高 最主要就是 你看到 100G 究竟 可以 用到多久 或者用到多多 因為數據量 就不少 但問題是 5G的水喉有多寬 我們用多快 100G 夠不夠大家用 我們都未知 好像沒有講到 100G之後 再講 他連真值服務 都未講完 限速 還是怎樣 為什麼 他今天這麼早說 因為 一來 今天Samsung 拍機 連機 一起 第二 其實今天 三香港 亦公佈了一個 叫做P5G的 組料優惠 組料優惠 就是538元 比較特別的 現在這個時刻 是包含你15G的4G data 15G 到有5G 用得的時候 就變回做100G 但是其實 你看看時間 都是只有一個月時間 理論上 4月1日 如果你是4月1日 走去換部5G機 4月1日 就已經可以轉換去 5G的計劃了 你看清楚計劃 計劃下面的細字 寫 綁約36個月 如果你說P5G計劃 很貴 問題是538元 即是538元 其實 是不是值得呢 我又覺得 月費便宜了100元 即是比起 用這個 出機上台 638元 每個月便宜了100元 反而 手機的現金券 有一個項目 就多500元 有8千元 如果你用638元 就多2千元 多2千元 這樣 所以 綁多一年 都計算出來 不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 透過3的新聞稿 有一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 就是 3香港的5G網絡 4月1日 就會開始啟用 初期啟用的時候 5G覆蓋 究竟有多少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在5G覆蓋的開始的時候 那個範圍就不是很大 主要就是一些中環的幾個主要的商業大廈 長實旗下的主要商場 香港國際機場 以及一些三字幾的店舖 你也要展示到5G覆蓋 所以在某些店舖都有 戶外覆蓋就沒有的 這些全部剛才所說的都是戶內覆蓋 商場 為什麼是戶外覆蓋 不是 戶外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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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戶外覆蓋 即是你在街上 譬如我在中環遮打一道 收不收到5G 他都沒有說的 中環遮打一道 某幾座商業大廈 應該這樣說 他所說的就一定收到 其他地方會不會收到呢 即是你可能收到就有 即是你在4月1號的時候 其實用這個 我是不是琴琴琴 1號就去衝 衝完之後 其實可能你用4G的時間 是多於你用5G的時間 除非我不是 我整天在這個當時 在外資亂打等 否則的話 都是用4G的 我想開頭 大家可能都要給多幾個月 甚至乎 給多半年時間 那個網絡的覆蓋 那些手機 你可能便宜多一點 你才會多人買手機 買5G手機 會用到5G手機 還有很多人未必立刻 這個時候就能轉台 是的 即是有些未預約 那些可能還要等一等 到完略之後 就算他自動升級你5G 也有些時間 因為以現在我們這樣看 即是所謂的5G手機 一般都要 我想六千元以上 即是譬如之前小米那個 都好像要六千多 六千多 六千元 六千元 其實5G手機 在現階段 都屬於一個比較貴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等一等 如果不是很急 當然有些人很心急 想玩一部S10 Ultra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 琴琴琴跟5G網絡出呢 這件事反而可以看一看 我覺得 因為網絡真的需要時間 去做一些基建 一些磨合 以及大家了解清楚 究竟那個用途 你自己對5G的用途 因為我想很多人買S10 Ultra 未必是因為他想上網快些 或者做一些傳說 未必是5G的 可能只是為了一億像素鏡頭 去玩那個相機 多於5G的 所以未必是琴琴琴 四五號 就出機連上台 上去5G計劃 這樣 如果有些計劃 可以先用4G 未滿約 或者中間我可以轉做5G 如果有些台有什麼提供 我覺得可以用這些提供 其實大家都可以等到 是不是真的對這用 你再去想 再加上其他台 可能有其他選擇 我們再慢慢細看 看三個新聞稿 因為它裏面都講到 一些頻譜的運用 這個我們分析了 再跟大家詳細說 無謂在這裡說錯了 記住 其實還有什麼 會月服務費 會月服務費 有沒有說多少錢 是不是還有18元 那些 那些沒有提供 有提供 沒有價錢 對 未很詳細 我就看到它 合約期內 就有這樣 有這個 包括買TV Super 看到它說 但是有沒有這些 合約費 即是那些 行政費 那些 我看看細節 因為它的表表 都相對比較簡單 就是不以前看下去 很多細節 那些看完要計一頓 所以 都是很 讓大家知道 三香港 今天 就已經出了 5GPAN 最主要是這樣 其他東西 之後 可以慢慢 再等它 有更多資料 出來 我反而最重要 就是 覆蓋 我自己覺得 因為暫時 覆蓋 仍然是有限的 所以 反而在這方面 我覺得 未必是這麼急 我就比較擔心 100GPAN或200GPAN之後 用多少 即是怎樣 即是你 即是沒有了我 我就很麻煩 你看看 100GPAN 200GPAN 是欠了300元 我真的很擔心 其實過了壓一下 對 300元 因為我覺得 覆蓋 始終一開始 未必會 全香港用得到 這個 我又覺得 所以我反而比較擔心 我預了 所以我只是預了 所以不需要這麼快去衝 平平的 科資先用 反正 你在付5G價錢 你也是用 科資 無理會這麼慘 也是 我們剛才都說 如果4月1號 通了 我們就拿一個5G手機 做一次GADJET LIVE 做半個小時 我看看我拿了多少資料 會不會做到15分鐘就斷了 我們從而這個BBC 你這樣教我們 你不可以計劃 那你一個小時一出 一上台一個小時 可能半日玩完 不是半日 一閘玩完 半個小時 可能都玩完 如果100GPAN 開兩個小時都不斷 那我就值得用 我們以後就做戶外植貨 好了 說一下 因為 我想 5G都大家期待 我自己覺得 就是從之前很多時候 我們看了很多的 Case Study 5G不是說 只是上網快 那麼簡單 你因為 多了一個頻寬 你可以想到什麼 用來做 好像上個星期 我們上個星期開演講 這個 X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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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專業的廣播的人員 做播放 他們正是需要一個很大的頻寬 不只是頻寬 還有一個低時限 這個很重要 就是 無論你是廣播直播也好 或者是打機 你將來 譬如現在很少直接的對戰手機 對戰鏡 你將來真的可以 因為現時短了很多 現在大家都會比較感覺到 因為很多時候 不要說我們都要用視像直播 很多小朋友 每天就要上課 大家一人我一句 那個時間很厲害 剛才我下午我們試看 很厲害 多幾個人說 或者好像某一個人的機器不關 性慢一點 一拖 就整個電腦很厲害 這就是延時性的影響 如果將來 5G是有 在這方面 是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我想 等4月 真的試到 我想可以大家 我們再多一點 和大家分享 好 期待 今天來到這裡 都分享了很多東西 如果大家 有興趣 再看 可以留意我們下星期 PCM就會有一個更詳細的測試 S20測試 好 今天到這裡為止 好 再見 拜拜